線上鮮花和水果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二十八號到桃園 爐竹參拜關公 全身迷彩服搭配軍靴 帽子和右手臂都繡上國旗 領口還有國旗徽章 一身裝扮似乎有備而來 搶攻深藍族群 廟前廣場借給國軍作為演習的據點 所以我今天身穿迷彩軍服 今天是來這裡 向漢光演習的國軍弟兄們 表達我的敬意 多次向還在漢光演習的國軍敬禮 郭台銘再次大談台海局勢 一舉一動彷彿像是三軍統帥 引起各界好奇 郭台銘宣布參選總統的時間 是不是近了 什麼時候要宣布當king 不是舒適或嘴巴的東西 什麼king不king的 我音樂沒有那麼好 而來銀要參選立委的 新北市議員林金潔 被質疑公開支持郭台銘選總統 二十八號也遭到國民黨口氣會 嚴厲口頭警告 名譽大於黨一 國民黨必須好好珍惜身邊的夥伴 為獎者送餐展現柔軟身段 郭台銘透露 8月將提出一系列敬勞政策 不只否認曾經與民進黨賴清德陣營聯絡 更沒說過國民黨看不起他 沒有宣布參選卻始終是焦點 郭台銘的未來動向 牽動明年總統寶座 鹿死誰手 歡迎新聞機關專事節目 全員桃園報導 哈囉 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